為壓強臺灣東部主要幹線的交通 由小公路及新開啟的宜蘭到花園地區 蘭陽大橋到羅東石油站之間的新公路幹線 已經全部開啟完成,並且正式公車 除了公路普通公車以外,所有直到快車也都改進這個新公路 現在公路長一公里半寬十五公里半,工程費三百多萬元 這個宜蘭新建三角到羅東竹林間十公里的公路側寬工程 將在本年五月中旬可以完成